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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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看出他們原始沒有學問的平民 就肯驚訝 認出他們曾是跟耶穌一起的 又看見那至好料的人 和他們一同站著 就無可可 於是他們吩咐他們兩人從議會退出 就彼此相義說 我們當怎样扮者兩個人呢 因為他們成現行了一件明顯的成績 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們也不能否認 但為避免這事越發在民間傳揚 我們必須威嚇他們 叫他們不可再奉這名對任何人講論 於是他們叫了兩人來 禁止他們再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 問或教導人 彼得和若漢回答無說 你們不聽從神 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判斷罷 我們所聽見 我們不能不說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 想不出任何法子懲罰他們 只好威嚇一番就把他們釋放了 這是因眾人為了所行的其事都歸榮耀與神 原來經歷者神職醫好的人有四十多歲了 我們同心討告 親愛的天父 今晚是我們聚集在這個人面前 求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 將你的話放在我們心裡頭 賜我們勇氣面對我們自己的現況 願意給神的說話去激勵我們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阿们 等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或者聽過極限運動 有沒有聽過這個極限運動 都有聽過 你有沒有玩過 都是很正常的 沒有玩過 因為這個極限運動 說明極限 不是普通人可以玩到的 不知大家知不知 極限運動最受歡迎的國家是哪個國家 你猜 經常都說很勇敢的 有什麼國家是這樣的 美國 美國就佔全球 玩這種的運動 就是6%是全球最高的 常見的極限運動 就好像照片裡頭有提到 譬如就是逆裝飛行 意思是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你穿著那隻翼就 就飛下去幾千尺 或者是徒手去攀石 懸崖跳水 或者高空彈跳 尤其是右上角的高空彈跳 這項運動可以追溯到 紐西蘭的原住民 他們有一個成人禮的 這個成人禮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他們成人的時候 就要證明他們的膽量 古代的紐西蘭原住民 就會在他們的孩子 到15歲的時候 就會進行這一項的成人禮 在他們的腳踏上 就綁住樹藤 然後從30米的高台跳下去 完成了就為之成人了 嗯 好厲害這樣 那麼這個極限運動呢 到今天的時候 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危險性很高 對體能、耐力、速度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膽量了 少一點膽都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在座 都沒有人試過 都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都是 普通的犯夫族之下 我們沒有去到那個 那麼極限運動 不過如果玩極限運動的人 他們腦袋想的 就不是好像普通運動一樣 要跟人比較 即是我要懷疑他們 不是的 他們是自己玩 為什麼呢 就是要超越自我 挑戰這個極限 證明什麼呢 證明自己是怎樣 很棒的 那麼一般人都做不到 相反我們今天看的 《小行傳》四章裡 一個本來很不可以的比特 為什麼他不可以呢 講前一點的時候他怎樣 三次怎樣 不應煮 很不可以的 不過在我們今天看的審訊裡 證明福音的大能 令到他好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剛才弟兄姊妹 你讀第四章經文的時候 會不會和我有一樣的感覺 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我們進了 去一個法庭的觀眾席 聽著一場的審訊 在這場審訊裡 審訊的過程 和審訊的結果 全部都被《小行傳》的作者 路加醫生 很準確地記下了下來 首先審判官的名字 包括在第一節和第六節 提到的一班的祭司 守殿官 薩刀蓋人 阿拉 蓋雅法 其中提到阿拉和蓋雅法 在約翰福音 曾經審訊過 哪一個 耶穌的大祭司 是的 相信這一班聲明顯赫 在猶太社群 地位崇高的宗教領袖 率領著七十人的猶太掌漏 組成的工會 以這個工會 掌管著猶太人的事務 並且組成猶太最高的法庭 就像我們今天的終審庭一樣 擁有審判和定罪的權柄 而被告人又是哪一個呢 被告人就是四章一節所提的彼得和約翰 那猶太人的領袖 什麼時候逮捕了彼得和約翰呢 第一節呢 一開始他說 彼得和約翰正向百姓說話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是向百姓說話呢 我們就要看回前一章 第三章那裡 講到百姓因為見到 有一位從武復天生渠土的人 過去都被人抬去聖殿道黑食 今天因為彼得的緣故而得醫治 這件事實在太驚訝 太難理解 一位渠土了四十幾年的人 竟然現在邊走邊跳 入了聖殿讚美神 實在太神奇了 三章十二節呢 在這裡百姓說 以色列人啊 為什麼因這事而驚訝呢 為什麼定征向我們呢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力量和虔誠 使這個人行走呢 這件事引發了這幫百姓的好奇心 彼得藉此跟百姓說 能夠令這位強腿了四十年的人 走回起來是耶穌基督 所以在三章二十節 他們呼籲百姓要悔改歸正 使你們的罪得以逃沒 而來到今天的第四章第四節 所以這裡就說了 聽到這一番道理 這個真道的人 很多已經信了了 只是男人信主的數目有多少 五千啊 都未計其他 按常理呢 連天生強腿的人都得到醫治 應該是怎樣呢 很開心吧 開心都來不及 特別他們是宗教領袖 應該比其他人更加高興才是 只不過這件事 看不見他們很開心 在《兆騰傳》的作者 《老家醫生》在第二節這樣說 他說祭司們 守殿官和殺到該人都很煩惱 為什麼這麼煩惱呢 他們煩惱的原因是說 使徒們 教導百姓 全讓在耶穌的事上 證明有死人復活 證明死人復活 豈不是一件好事嗎 為什麼祭司、守殿官和殺到該人 組成的宗教領袖 都齊齊感到極度的不安呢 原來使徒所宣講 和這班宗教領袖的信仰系統是不同 尤其是殺到該人 並不相信復活 殺到該人不信復活 不僅在新約的福音書有記載 在第一世紀的猶太史學家 約瑟夫的作品裡 都有同樣的記載 實際上不信復活的殺到該人 其中他們不信復活 就是他們的信仰特徵 而這個特徵令到他們 和他們不一樣信仰的人 就懷有敵意 或者對於我們今日現代人來說 真是八思不得其解 可能大家心裏都有個疑問 信不信都是個人的事 高不高興也是人家的事 實在不需要為了人家的信念而這麼煩惱 何況還要干涉人家 為何這群宗教領袖會因為使徒的宣講 令到他們要出手加害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若果某一個的信念或者價值觀 令到當權者的權力受到挑戰 他們當然會寵食難安 他們會用種種的方法去禁聲拘捕審判 就好像我們看四福音所記載 耶穌的教導他的宣講 就成為當時宗教領袖的威脅 要將耶穌置諸死地 可能你會問 為何宗教領袖有那種權兵去做審判 原來在教育不普及的古代 不是人人都識字的 也不是人人有機會接受教育 所以若果你懂字 擁有知識 有論述能力 有辯論 懂得說話 就能夠掌握華語權 對於猶太人的信仰群體來說 他們的生活指引就是律法書 擁有權兵的人自然是全港律法書 以及研究這個律法書的人 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猶太社群裡頭 抄寫的文士就是其中一種權威人士 如果經書的抄寫和詮釋的人代表權威 那麼宗教憲制的祭司階層 他們的權兵就更加明顯了 當聖殿還在這裡的日子 憲制就是以色列人信仰表達和生活的核心 所以負責憲制的祭司 地位自然是高人一等 祭司等的宗教領袖 誓要捉拿彼得和約翰 因為他們的權威受到挑戰 權威受到挑戰不僅是宗教的課題 背後還牽涉了很多實際的利益 在第一世紀 祭司和撒都戈人不僅是宗教的代言人 他們更加是政治的代理人 對於祭司和撒都戈人來說 之所以有利益 就是他們是真金白人會收稅的 祭司階層在羅馬帝國的權兵 授權給他們底下 可以按百姓的身上抽到稅收 實際上撒都戈人大多都是猶太人社群的地主 貴族 他們的經濟利益很多 很願意和羅馬人合作 主張要和羅馬政權和平共處 所以羅馬政府也很樂意接受他們 令到這個地方可以和平安穩 給了他們很大的權兵 甚至可以使撒都戈人有大祭司的階層 這種符合羅馬帝國代理人互惠互利的關係 解釋了羅馬政權對猶太宗教所謂寬容的政策 從主前的48年 該撒由黃開子至主後的14年 凱撒奧古斯都 這六十多年來 羅馬人對殖民地的宗教政策相對寬容 只不過所謂的寬容也限於羅馬帝國認可 授權有生存空間的宗教 大前提是甚麼 就是這些宗教代理人 必須要確保那一個地方能夠穩定平和 不可以出亂子 祭司們這些宗教領袖 和羅馬權勢的政教勾結所產生的罪 其實我們在約翰福音的記載 就一早已經看見了 在約翰福音的十一章的記載說 耶穌洗拉撒路復活 情況就好像這裡 史藤傳第四章 使徒洗行神職 令到那個徐腿的人得醫治的記載很相似 同樣宗教領袖 也是因為利益受到威脅 蒙生一個惡念 就是要剷除耶穌 剷除使徒 十一章四十五節 約翰福音 有一群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 很多因為看到耶穌所做的事 在拉撒路復活 就信了他 其中也有猶太人去見法利塞人 把耶穌所做的事告訴他們 約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到五十節 祭司長和法利塞人同樣都是開會 這裡就說 這人耶穌行了很多神職 我們怎麼算好 若果他再這樣做 人人都要相信他 羅馬人就要來毀滅我們的聖殿和民族 而其中在PowerPoint裡看見一個聲明顯赫的人 名叫蓋雅法 當時輪任做大祭司 他就對這群開會的人說 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也都不想 只要有一個人替百姓死 整個民族就可以免於滅亡 對你們是有利的 聖經繼續說 從那天起 宗教領袖就商議要殺耶穌 因為耶穌的身份和宣告 令到這些宗教領袖很害怕 羅馬政府不再信任他們 甚至影響了他們自身的利益 當大家明白個宗的原委和剛才提到的背景 我們就不難明白 為什麼在《小藤傳》的第四章 宗教領袖誓要捉拿彼得和約翰 於是在四章三節 宗教領袖就發起這場的迫白 他們逮捕 將他們關納奉耶穌名醫好強土人的彼得 和約翰 我們看見這場官司 通常大家有沒有看過打官司的戲 在戲裡 都有人看過 打官司通常會問一個問題 一些師爺都會問的 這場的官司 贏面大不大 贏面大不大就取決於你的證據 和你的當事人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你猜門徒的勝算是否高 這場官司高不高 正常應該是不高的 為什麼不高呢 第一 彼得是一個什麼人 在沒多久之前 他是因為協諾三次都不認主 何況現在要對著一群社會的精英階層 大法官團 按照雙方的社會地位 教育水平和宗教知識 去評論這場官司究竟贏面大不大 其實是輸眼的 只不過我們很奇怪 在經文裡頭5至12節 我們看到一位 截然不同生命力的彼得 我們怎麼看見 這個彼得有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呢 第一 就是彼得敢於為福音作見證的勇氣 在第四章這一場的審判 即是審訊裡頭 最主要的爭拗點 就是四章第七節 宗教領袖的提問 他們問了些什麼呢 他們問門徒 你們憑什麼能力 奉誰的名去做這件事 經文提到能力 Dulamize 同一個字能力 出現在《施藤傳》的第一章第八節 一章八節這裡說 耶穌臨升天 對祂所愛的門徒說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Dulamize 並要在耶路撒冷 由大全地 和撒馬利亞 直到既敵 作我的見證 耶穌在這裡很清楚 對祂的門徒說 聖靈會賜給祂的能力 Dulamize 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作耶穌的見證 當彼得回答宗教領袖的問題 憑什麼能力的時候 四章第八節 這樣形容彼得的 那時彼得怎麼樣 被聖靈充滿 聖經提到 被聖靈充滿 我們往往都是跟見證福音 有直接關係 彼得回應的時候 被聖靈充滿 這正正是耶穌一早預言了 將要發生的事 在哪裡預言到 就是馬赫福音十三章 第十一節 耶穌曾經這樣說 有人把你戒送去受審的時候 不要事先擔心 說什麼 到哪時候 切給你們什麼話 你們就說什麼 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 而是聖靈 彼得在四章第十節就說了 站在你們面前的者人 得傳遇 是因為你們所釘在十字架 神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 拿撒冷耶穌基督的命 這個是直接了當地回答了 不信的猶太領袖 聖靈賜給彼得有非凡的智慧 他引用了詩篇第118篇 第22節 《講論耶穌》 四章十一節 他這樣說 將人所棄的石頭 現在成為防閣的頭塊石頭 這個畫面 大家如果有看那些聖殿 起聖殿的時候 往往那些工匠 就會選一些的石頭 放在對的位置 去做這個聖殿 當那些工匠 擦掩過那塊石頭 咦 不行 他就會砍掉它 這個也是猶太領袖 對耶穌所做的事情 彼得說 被棄掉的耶穌 正正是神所指定 屬他聖殿的基石 這個回答 這個回答一定會刺痛了 由大宗教領袖 因為曾幾何時 耶穌在《馬可福音》12章 都是引用同一句的詩篇 去回應宗教的領袖 當時宗教領袖聽完之後 就已經想著要即時逮捕耶穌 只是當時礙於群眾的壓力 沒有這麼做 如今耶穌的門徒 就好像耶穌一樣 用同樣的經文去應對 彼得很有膽量 他進一步去做一個驚人的宣告 在第十二節他這麼說 除他以外 除耶穌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赤下別的命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相對沒有錢 沒有社會地位 沒有學問 做餘夫的彼得和約翰 宗教領袖 是當時猶太社會最有權勢 最擅長的人 只不過宗教領袖權兵的背後 說的是利益和政治交易 而彼得和約翰背後 就是那位 拿薩勒然耶穌 基督身上展示的救贖 彼得和約翰所堅持的 不是一些很抽象的概念 而是他們相信 在眼前利益和權勢之上 是有一位主宰 耶穌基督 成為他們安心立命的價值 和終極態度 所以在四章十九到二十節 彼得就說了 聽從你們 不聽從神 在神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判斷吧 我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 我們不能不說 鼎姊妹比得這番慷慨陳詞 令我想起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 馬丁路德 1517年 馬丁路德作為一個神學的教授 他在德國大學教授羅馬書 和加拉太書的時候 他一路教 他一路發言 聖經的教導 和當時天主教的教義 有很大的差異 眼見當時教會的腐敗 他在威登堡教會的門上 貼上九十五條論綱 馬丁路德列出 售賣贖罪券 宗教無償權威 都不是聖經的論點 於是乎 他和羅馬的教廷教會 展開了長達三年的爭辯 在1521年 玉木斯議會裡頭 馬丁路德拒絕教廷的要求 堅持不肯撤回自己的言論和著作 並向與會的皇帝、親王 和眾多的議員、教廷、代表等等 宣告 這個是我的立場 或者我們以為 馬丁路德說這番說話 這個是我的立場 是充滿著霸氣自信 佔上風的宣告 但實情是 出於無奈、無助、孤單 馬丁路德仍然堅持信靠主 去做這個宣告 這是我的立場 其實這是我的立場 這個是馬丁路德的其中一句討問 整段的討問是說 除非我被聖經的見證 或者清楚的道理所說服 我不能 亦都不會收回我所說的 因為這個是違背我的良心 這個是我的立場 我無法選擇 求主幫助我 阿門 約穆斯會議的答辯的言論 馬丁路德的不抗不卑 說明了他的勇氣和膽量 是出於上帝 當他看見聖經怎麼說 他就怎樣去跟隨 即使要付上極大的代價 他亦在所不惜 在現今的世代 我們很容易聽見福音 很多時候都會側重了 福音如何帶給我們 有很多的福氣 沒錯 福音會帶給我們平安、喜樂 但同時 如果我們有看清楚聖經 聖經裡頭 耶稣不斷地提醒 我們作主門徒的人 跟隨他 是需要付代價 所以耶稣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弟兄姊妹 當信仰遇上考驗的時候 我們是否仍然願意為福音作見證呢 我還記得二十幾年前 我爸爸媽媽都是很反對我信耶稣的 經過幾年的時間 大家都畏著這個信仰 陷入一個很僵持的局面 罵到極之不開心 我還記得有一晚 我媽媽很鄭重地跟我說 她說 我們實在太過辛苦 真的再不能夠忍你了 如果你想繼續留在這個家裡 你就不要再信耶稣 只要你說不信 我們就一筆勾銷 當沒事發生過 大家就可以開開心心過生活 如果你仍然要堅持信下去的話 那等耶稣養你吧 我們已經去律師樓做了 出來的關係手續 當時我聽到這一番的說話 簡直是晴天霹靂 我其實那時候信主都好一段時間了 我心裡一邊想一邊哭 難道我這麼久以來 我的父母看不見我信主之後的改變 在那一刻傷心之餘 我只是跟媽媽說 我信了耶稣就是信了 沒有得變的了 即使做了脫離關係手續 我永遠都是你的女兒 這個事實都是沒有得變 我愛耶稣 同樣都愛你 二十幾年後的今天 感恩我和家人已經關係復和了 有時候偶爾想起 當日的情境仍然很深刻 那時候的我 人很勢膽 又怕事 而且對聖經都不熟悉 非常初淺 更加不懂得說什麼大道理去回應 能夠跟媽媽說剛才那番的說話 我相信是聖靈賜給我勇氣去回應 鄧姊妹 信仰對於你來說是會什麼的事呢 信仰當然會帶給我們有祝福 有平安 但耶稣同時都期望我們要背起十架去跟隨他 當信仰遇上考驗 需要你去付代價 鄧姊妹 你有多願意在你身處的工作場所 家裡、社區 將聖經的吩咐實踐出來 成為福音的見證呢 第二點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彼得自然不同的生命激勵了 同樣活在被逮捕、被逼迫、陰霾底下的信徒 面對無可知的事實 四章二十三節打後 講到這班信徒 都是活在被逮捕、被逼迫的陰霾底下 四章十三至十四節 他們看到彼得的膽量 又看出原來他們沒有學問的平民 就很驚訝 認出他們曾經跟耶稣一起 又看見医好人的人和他們一起贊助 就無可反駁 當你看見這位四十幾年來 在一個媽媽肚裡 都已經是徐隊的人 活生生站在他們面前 這班宗教的領袖 他們不得不承認 使徒真的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跡 宗教領袖商議的結果就是 為免這件事越發越大 一定要威嚇他們 這個和權勢勾結的宗教領袖 既沒有信仰可言 也沒有為天生徒腿的人得醫治 發出絲毫感謝上帝的說話 然而他們可以做的就是威嚇這班使徒 這個威嚇不僅在言語上高 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更大的暴力威嚇 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節 當彼得和約翰被威嚇一番之後 他們將他們遇到的事情 告訴弟兄姊妹 這班弟兄姊妹即時的反應就是 向神討告 第二十四節 他們聽見了就怎樣 同心合意高聲向神說 當時這班信仰群體所討告的內容 不是關乎他們自身安危 他們同心合意討告 祈求神賜給他們 有彼得和約翰見證福音的膽量 這裡提到一個希臘文的字 這個字膽量 這個膽量出現了在彼得和約翰的身上 也都出現在這班信仰群體的身上 正如宗教改革期間 羅馬教廷迫白基督徒的時候 馬丁路德就對基督徒說 起來讓我們一起唱詩篇的四十六篇 現在讓我們用三十秒的時間 聽一下這首詩歌 感受一下這首詩歌大給人的鼓勵 來吧 內容說 尚主是我堅固保障 莊嚴雄盡永堅強 祂領導我安穩前行 助我乘風蟹浪 如問此人為誰 乃是基督我和 統管宇宙萬方 至古萬民共養 定能將惡魔掃蕩 這首詩歌馬丁路德 是用詩篇的四十六篇內容 上帝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力量 是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成為這首很出名的詩歌 回顧歷史 特別在新約聖經 看到的不單單是 迫特、迫伯、彼得和約翰的故事 接下來 在《小藤傳》十二章 有提到約翰的哥哥雅各 因為信仰而死在希律王阿基帕王手下 當然我們知道這不是唯一的故事 從耶路撒纳開始 如果你在看聖經的時候 由大全地 撒馬利亞 安提阿 路斯德 肥立比 貼撒羅尼加 以弗所 哥林多 羅馬 還有隨後更多的迫白 令到這些流散信徒的故事 也包括我們今天 在世界各地流散的使徒故事 若信主的人認真堅持執著 拿撒勒耶穌就是那位 尼塞雅基督唯一的救主 而不是地上任何的權勢 或者經濟體系 只要教會堅持這樣的見證 必然會受到威嚇和迫害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認為今天信耶穌比在三十年前 遭受迫白的情況 在世界各地 是多了還是少了 少了的舉手 少了 現代社會 嗯 多了 越來越多 嗯 好啊 鄧姊妹有一個國際基督教的組織 叫做Open Doors 躺開的門 躺打開的門 上年做了一個全球基督徒 遭迫白的演變圖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全世界因為信了耶穌而受迫白的狀況 隨便宜理 最多的事情 是 有些人在一起 是 有些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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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些人 有些人在一起 按照资料的统计 1993年 基督徒在40个国家 面临从高度至极高的迫白 到了30年后的2023年 这个数字翻了一倍 达到76个国家 由威权主义 或者伊斯兰极端主义抬头 迫白在30年间都不断地增加 这些迫白的来源 包括政治的迫害 独裁的统治 宗教和民族主义 或者伊斯兰的压迫 德行姊妹 当你看见今天 我们现代文明世界 原来还有这么多基督徒 因为信仰的缘故 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和迫白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我们除了替他们辛苦 觉得他们很惨之外 其实我们能够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些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 失去工作 失去社会的地位 甚至家人 可能连命都赔赏 他们敢于见证福音的勇气 固然令我们缩然起境 但是他们和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呢 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更加重要的 我们能不能够透过祷告 去守望他们呢 正如保罗在《伊福所书》 六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 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为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保罗在这里提醒跟随耶稣的人 是要靠着圣灵 多方的祷告 要多警醒 为圣徒祈祷 以致所信主的人和保罗 都能够在艰难里头 有口才和胆量去讲明福音 等于姊妹 或者我们今天身处的环境 真的未至于很严峻的 迫白的情况 只不过我们愿不愿意 透过祷告 与世界各地不同的弟兄姊妹 因为福音的缘故受迫白 我们透过祷告 与他们结连呢 我鼓励大家 在今天的信息里头 只有一件事 很想邀请大家 回家去做 就是你可以用祷告 去守望 这些我们都和他们 互称为弟兄姊妹 你可以上去刚才说的 躺开之门 你打网站 打躺开之门 就会找到他们的网址 里头就有很多 讲到关于 怎样为他们祷告 你可以每天为他们祷告 或者每星期为他们祷告 当我们越发体见 原来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人 因为信用的缘故 仍然坚持耶稣是主的时候 面对很多的迫白 今天我们又愿不愿意 用时间 用心机 透过祷告 跟他们结连呢 我们现在有一两分钟 我们在座位里头去安静 我邀请你在神的面前 纳志 你和神说 你要纳一个志向 一个很小的目标 我邀请你在你的祷告生活 求主 扩阔你的熟灵视野 不再呢 好像昔日 我们只是为自己 为我们熟悉的亲友去祷告 我们更加愿意 纳志 预留时间 刻意的提名 为世界各地 受迫白的信徒去祷告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邀请你去纳志 是吧 我们同心肚告 主啊 刚才我们弟兄姊妹 在你面前所立的志 求主坚固 面对末世的时代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胆量 去见证福音 唯有依靠你 我们同时知道 教会所需要的祷告 并不是祈求苦难 不会临到 又或者祈求 永远都是顺境 有安逸的生活 我们知道天父你期望我们 期望我们即使面对艰难 我们仍然有真理的圣灵 让我们能够放胆 见证你 以至神的道被传扬 更加多人认识福音 全心全意归给你 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明智祈求 阿们 祝福音乐